密宗道词的广论 四四共战 五一共养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讲怎么样子供养的 它这里面都有印 还有供养的这个战跟记 这个供养的东西啊 原来是要求要除磨的 有的时候是除烦恼的 那么要清净的 等于是我共物清净 自身清净的这种意识在里面 增长微光 增加自己的法力的 光明啊跟威力的 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书系地经里面讲 用供养的咒语 及各部真言清净 应该要这样子修 那像密教里面的所谓的八贡 也有这个二十一贡 也有三十七贡 供养的方法是很多的 那么最主要啊 还是花香灯茶果 那么它有所印 有也有它的供养祭 那我们这个真佛密法的这个 供养所印啊 五种供养所印 大部分讲起来 都比较上 比较符合于事实 照密的供养所印啊 跟我们真佛密法的供养所印 有一点差异 那真佛密法的供养所印 以前师父教的是花呢 好像就结连法 花 这个形象就像一朵花开放 也就是连法开放的手印 花香 那么这个香呢 你看这三个指头啊 就像插在这个香炉上的三支香一样 花香 那么灯 就像蜡烛的火 灯 花香 灯 茶 就是水啦 水啊 水啊 是用这样子表示 果 就表示 果实 跟叶 果叶 这样子果叶 啊 这个真佛中的花香灯茶果 五个所印 但是这里面 这个中哥巴主是所讲的啊 各个不同 在西藏啊 的地方 你说洗澡是很重要 洗澡是很大的一个供养 因为那里缺少水 所以他们经常供沐浴水 我所谓沐浴水以前很多人都问我什么是滑水 八供里面有一个滑水 滑水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水 再加上肥皂粉 就叫滑水 会滑的水 插在身上会滑的水 就是滑水 大家说滑水 奇怪了 难道是 WATOSKI 吗 去滑水 SKI WATOSKI 那个前面有一条船 然后后面一个人在滑水 不是那个滑水 这个滑水就是沐浴水 就是回照粉的水 就叫做滑水 所以你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中哥巴主师啊 他就是这样子讲的 小子跟无名子向内复沟 好 这个二所中子变数 十子沟处第三结上 二大子复其策 结宜加印 这个就是供养印啊 这个就是在做供养啊 好我们平时结供养印 就是这样子结 这个就是供养印 那么有一位大师讲 这个是起伏印 那是福手八道 他以为大家都不认识 这个很有名的供养印 供养印就是供养印 起伏印就是起伏印 是不一样的 那大师以为啊 刚刚开始啊 没有人晓得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供养印 很容易结 真佛秘法里面 每一次修法都要做供养 就是结的就是这个供养印 今天啊 中哥巴主师所讲的 赤小子无名指向内复钩 二所中指便述 十指钩处第三结上 二大子复其策 结宜加印 这个宜加印就是供养印 所谓宜加印啊 都叫做相印了 宜加就是相印的意思 就是叫做供养印 宋印善事伯家凡 请将您住此 受我于家供 唯宴正知我 敬仰于世尊 又于本尊 座后加持啊 刚扎地 萨所哈 共献宜加 共献宜加 这个就是结供养印 首先 一定要结供养印的 我们念的是啊 西弥四周并日夜 化诸之珍宝 供养佛 他这个祭也可以这样子念 那么也可以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念 祭是随人家写的 这个前人怎么写 我们就怎么念 那么你高兴怎么写 你也可以怎么念 总之 你供养所有活菩萨你的祭 你想怎么样子供养你就怎么样子写 写得越美越真 越实在越好 所以便不一定 便不一定我们要照着他这样子去念 所以这些祭都是写出来的 写得越优美越真越成越好 再来呢 这个 洗脚 他们这个供养也有洗脚 这个洗脚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佛陀也曾经给人家洗脚 释交摩尼佛 释交摩尼佛 有这个弟子 给佛陀洗脚 那么师尊 我本人也给人家也洗过我的脚 不过就只有一次 我这一生当中也是只给人家洗过一次脚 一辈子 一辈子也给人家洗过一次脚 那么 嗯 我说好像是 现代人啊 现代人好像给人家洗澡的也蛮多的 什么三温软啊 三温软 四温软 五温软 我不知道是几温软 总之也听说也有帮人家洗澡了 可惜我没有被人家洗过 只有洗脚 洗脚有过 这里面呢 供养佛菩萨的一足水很重要 洗脚 因为在西藏的习俗 天很冷 天气很冷 有些人偷懒就洗个脚就好 可能活菩萨本身也偷懒 所以他洗个脚就好 洗脚就代表全身都洗了 以前我们小时候啊 在台湾呢 小孩子也是很懒的洗澡 每一次父母都会这样 赶快快去洗澡 赶快去洗澡 赶快去洗澡 就晚上到了 叫我们去洗澡 我们都很懒了 洗澡 为什么要洗澡呢 洗澡 精神都洗掉了 都会没有精神 所以我们看到天气很冷 就像父母要求 洗脚手就好了 今天晚上洗脚手就好 洗脚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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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不对的 应该洗澡 应该是每天都要洗 但是小孩子拖懒了 洗脚手就好 我记得最清楚 因为以前每一次天气冷 不想洗澡 不想洗澡 就洗脚手就好 所以佛菩萨讲这个 益足水 这个也是洗脚手的 原来佛菩萨也是在脱懒 跟我们一样 这什么益足水是怎么样子呢 又前十指跟大指做 这个前状 然后取益足去内的花 把那个花拿起来 以指剑放印 慢慢放 慢慢把指头放 这个就是手印 然后宋 前宋文 这个奏后加 那奥 扎瓦 能 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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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这个是供养 义足水 本来已经是做好滑水的 里面放几朵花 然后去沾那一朵花起来 渐渐的手放开 就是代表你已经在洗佛足 给佛菩萨洗脚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这个蛮有意思的 只有给佛菩萨洗脚 不过再来啊 不同了 这个要洗身体了 哈哈哈哈 若能扮者 次于静中现影像而欲佛 若不能扮 则可平仰合掌 食子于大子端相合结 一身一 Omsawa 德 Wata Achindi 阿弥陀 所哈 这个用哈 用金等无量 饱瓶香水充满 呈香水淫而欲佛身 赤字印意供养衣服 朱姬勒 印意演唱赞美歌音 啊 他这个写的很多 那么这个有咒语 有印 这个印是这样子的 啊 合掌就行了 这个就是欲生印 就是洗澡的印 啊 洗澡洗佛菩萨身体的印 叫做欲生印 这里面有这个 有很奇怪的地方 用一面镜子 这个佛从镜子中显现出来 那么你给佛洗澡 能够办得到的你就去办 你办不到的 只好用一声印跟念个咒语姐姐 这里面有通灵的 然后我记得有这个 以前有一个叫做光电 有一个叫做光电 就是光明的电 它可以现影的 你用你的天眼观察 请佛菩萨陷在光电 然后给佛菩萨洗澡 墓液它 就给它洗澡墓液 给它洗身 然后洗完再送走它 它这个 有它的这个道理存在 你境界高的 你可以在光电里面 请来佛菩萨 然后请他墓液 再请他走 这是指境界高的 所以它这里面 若能伴者 就是能够办得到的 在镜子中显出影像而异佛 那么谁能够办得到呢 你在镜子中 把佛菩萨显现出来 给他墓液 你能够吗 不能够 若不能办得 你平阳合掌 食子于大指端 香河结益生印 念咒语 然后观想 用无量宝瓶香水 充满沐浴水 呈香水银而易佛生 赤字印意 供养衣服庄严 在供养很漂亮的袈裟 给佛菩萨穿 那么咒诸基业 供养很多的音乐 很美妙的音乐 应意演唱赞美歌音 你看 又要洗澡 洗好澡要穿漂亮的衣服 穿了漂亮的衣服以后呢 又要听音乐 听完音乐以后啊 你还要唱赞美歌给他听 这个就是供养 供养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以前讲 大日如来旁边的四个侍者 都是做供养 都是在供养 金刚歌唱歌给大日如来听的 金刚舞 跳舞给大日如来看的 金刚华曼 这个穿着非常漂亮的 给大日如来看的 金刚兮兮 表演种种的这个 这个歌剧啊 表演种种的这种故事 给大日如来欣赏的 这个都是供养 供养菩萨的 供养佛的 所以我讲 在这世界上 当了王 当了皇帝 你除了这四样 你还有什么享受 问你啊 没有 穿得很漂亮的 听得很好的歌 跳得很美妙的舞 编一些很 故事给那个皇帝欣赏 表演一些歌剧的 电影的 其实人生也不过如此 我告诉你 最好的享受也不过如此 你今天去看一场好的电影 就是西戏 你今天去美容 挂上最好看的 穿上最好的衣服 就是滑慢 你今天去听歌 去跳舞 去看舞蹈 去哪个那个 什么歌舞团来 哪个什么团来 表演给你看 就是歌舞 这个就是人类的意乐 跟天上的意乐 同相等的地方 没有什么差别 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 没有了 对不对 没有了 就是这样 国王也不过是如此 所以你看 他这个我们供养 就是用这个东西供养 用歌 用漂亮的衣服 庄严 用很好的香水 那个香 让他洗澡 佛菩萨就很舒服了 所以我们现在家里有 他等于是在享受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木屹 还用法水 用什么香料 还有什么现在听说还有洗花枣的 在那个水池上 在他的那个 夹菩萨里面 放满了这个花 这个叫洗花枣 还有用牛奶洗澡 真的是好 这一边喝一边洗 等你的澡洗好了 你也吃饱了 用牛奶洗澡了 真的是滑水 好不好 太好了 现在呢 供涂香 你知道什么是涂香啊 佛菩萨洗好澡的时候 身上也要抹一点东西啊 这个就是涂香啊 欸 你们洗好澡以后 涂上身上的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嗯 乳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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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上乳涂啊 这个有香 而且可以保护皮肤的 佛菩萨也要涂香啊 这涂香印怎么涂 涂香印是这个样的 嗯 这只手要握住这边了 啊 这只手要握住这边了 这个是涂香 这很简单 很好记 就这样涂 海涂曹 烂 海涂 我们念清静从静生,诸天庙图乡,我今信供养,受以爱念我 阿、哈、诺、阿、哈、诺、沙瓦、比亚,大日不记得所哈 奉献图乡,为处登明,以三供养奏一如是 其实供养奏是一样的,是供养奏,我们念的是供养奏,一样的 我们每一次都念供养奏了,大家念一遍 这个就是供养奏,其实都是这三个,通通的供养奏都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要献花,我这个先洗澡,洗好澡以后穿衣服 穿好衣服以后呢,还唱歌给他听 唱好歌以后,唉呦,不,这个不能穿衣服以后再涂香啊 啊,这个光着身体的时候就要涂香 涂香的,穿衣服,穿衣服再这个,啊,再唱歌给他听 然后呢,要献花,啊,献花,我们平时的花香灯茶果 花香灯茶果 但是他这里的手印又不一样 这个两手珠子交叉,二十指端在手内,相勾作繁壮 大足复作齐策,行如连伐,视为花印 他这边的花印是这个样子 这个花印也是很像,也是像花的 由正面看比较像花,啊,你能从背面看就比较不像 但正面看是,确实是像,像一朵花,也是花开放 不过他这个花比较有艺术,啊,他这个花里面还有一个包 然后再结出来,那么两个这个花叶在开放 啊,他这个叫花印 他的花印是这样子的 然后供养,啊,他的念的这个战绩是 清静从静生,诸天为妙花,我今信供养 受以爱念我,供养献花,这是献花 那么再来呢,再供烧香 烧香就是供这个香啊,这个烧一些香 把这个香化成为火焉以后烧出来的香 那么他是良索,小子,中子,即无名子,互香,互佐 浅浅指甲背处消气,两所十指别树,两大指付其策 送可亦灵精华,合成天妙香,我今信供养 受以爱念我,以此供香 那么这个很好结,刚才你不是供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 把二十指分开就是香 二个十指分开就是香 这个很好结的,这个手印 跟这个花稍微不同 然后再来供饮食 就是要 他们已经洗好澡啦 也擦了涂香啦 也穿了衣服啦 也听了歌啦 也赏了花啦 又烧香供养他啦 现在他要吃饭 这个吃饭就是饮食了 很简单 饮食供饭 就是这样子而已 供饭印 两手稍微合掌 这样子 端着饭团 给这个佛菩萨吃 可亦要精华 此诸真言食 我今信供供养 受以爱念我,以此供食 再来 这个你要吃饭啦 没有灯 看不到 这个夹 也夹不到 对不对 你要夹东西 晚上吃饭的话 那个灯都是暗的 你要供灯 那么你要叫他 请他吃饭 就是他看不到菜 他一夹 就往鼻子里面塞 这也不对 所以一定要有灯明 这里就是要做灯明啦 他这个灯明的所印啊 跟师尊斜的密教的灯明所印 略为不同 我们的灯是这样子 我们以前斜灯就是蜡烛嘛 这个 这个是蜡烛的身 这是祖佛嘛 很清楚的 这个就是灯明 这个灯明 那么他本身的灯明是这样子 他的灯明是 是这样子的 拳头在这里 那么 表示蜡烛 我认为他的灯明也是有味道的 这个是灯 那么这是蜡烛滴下来 蜡烛滴下来 我们没有滴下来 所以好像不太对 他那是灯 又有蜡烛 这个蜡烛有从这边滴下来 蜡烛一点 很像 他的灯明是这样子 蜡烛火 他的灯明是 这个蜡烛火 这个蜡烛 这个滴下来的油 这样子 你看是灯明印 大子中子便树所握为全 他这个是错的 他这个是 应该不是大子 应该是中子十子便树所握为全 是灯明印 宋吉祥除损害 善妙浅黑暗 我今信仰厌寿此灯明 哈罗 加亚 哈罗 加亚 比亚 大日不吉的所哈 贡献灯明 我最后一段再给大家念一下 今说各部各尊 因共各别贡物 若未能办他不贡品 可用一部真言加持而供 一家以下 诸供若不能办 今说以笔 咒印 易明明显观想而供 彩绘花等 依可供养 终有供品 依惜印意为先 故说 亦供罪为殊胜 如是随力修供养已 前说 加持处所真言 此处依当诵一百遍 这一段话很简单 亦供罪为殊胜 其实密教里面的释法 释法 它写的很详尽 这里面写的已经非常详尽 有所印 有战绩 有咒 那么 都很完整 那么 事实上这些供养是在表示什么 其实也是在表示 你一个瑜伽行者的义 完全在一个义上面用功夫 密教里面 叶高的层次 用义叶多 叶低的层次 就用咒跟所印来表示 所谓意念 有时候可以总是三步的 所印跟咒语都可以化在意当中 所以义供最重要 然后我们今天 没有办法去办那些东西 花啦 香啦 灯啦 茶啊 果啊 每一次去办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 办起来很贵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成办的时候怎么办呢 用义供 用意念上去观想 去变化 去供养 这个是最殊胜的 你能够用你的心啊 去变化意念去供养 是最珍贵 最殊胜的 所以物质的东西啊 佛菩萨不是不喜欢 他是喜欢 其实不是佛菩萨喜欢 是你自己喜欢 真的啊 这个钻石啊 宝石啊 珍珠啊 玛瑙啊 这个金银财宝啊 钞票啊 你们都是喜欢的 佛菩萨喜欢吗 佛菩萨是 主要是东西出于清净 你的义供也是出于清净的 就相应了 无所谓喜欢跟不喜欢 因为你清净的供养的心 佛菩萨就接纳你清净的供养 这个是最要紧的 所以 所以 素食的东西啊 这世界上 这个俗物啊 世俗的东西啊 佛菩萨 说翻喜 他也不是真正的翻喜 说不翻喜 他也不是真正的不翻喜 讲一个最明最清楚明白的 就是只要你清净的供养 佛菩萨就翻喜 其实这些东西啊 只是我们翻喜 金银财宝啊 这个黄金美钞啊 这个法屋汽车啊 都是我们世俗人翻喜的 你看这个供养的东西 洗澡嘛 洗脚嘛 衣服嘛 花嘛 香嘛 灯嘛 对不对 就是这些东西 你能够应用你的意念 用你的清净的心来供养 就是最殊胜的 他这里中哥八祖师已经讲得很清楚 很清楚啊 义共最为殊胜 任何一个东西啊 都是随力修供养 你力量可以办得到 你就去采购来供养 你力量办不到 还是用意念供养 再来呢 你东西能够买得到 你也要用意念供养 你也要用意念供养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东西 都是要意念去供养 去变化去供养 就是要应用你的意 你看他这边也有啊 这个 第六十八页 刚才我们念过的 一二三四 第四段 第四段的最后一行 赤字印意供养衣服庄严 也是要供养 也是用意念去供养衣服 衣服也是用你的意念去变化供养 记住也是清净供养 你不能请观世音菩萨穿迷你裙 你应用你的意念去供养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你要观想衣服给他穿的 你要给他穿的很殊胜很庄严的天衣 不是俗世的衣服啊 你突然间给他观想这个 你去看那个 那个 佣专表演 佣专表演你看多了 你观想 哎呀糟糕 这是佣专 你应你的意念啊 观出这个比基尼给观世音菩萨 可以的可以穿比基尼外套天衣 外面再加上天衣这样子是可以的 这个也是用意念去做供养 这里面邪问很大 所谓以前啊 我们讲这个供养 师尊也提过 佛菩萨最喜欢 其实他没有最喜欢 也没有不喜欢 只要你喜欢的东西 你供养佛菩萨 佛菩萨他就一定纳授 因为你喜欢 他就喜欢 但是佛菩萨以下的 金刚妇法跟所有诸天 他喜欢的 你要供养他喜欢的 这就是我以前讲过 那个诸天啊 他有喜欢的 他有他的天神的性 有他的个性在 佛跟菩萨是没有个性的 无性 无性是什么 他存于虚无之中 完全随言而显 这是佛菩萨 你说有一个佛菩萨喜欢美金 那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本身是无性 他喜欢黄金 那也不可能的事情 他是无性 所以你供养佛菩萨 所以你供养佛菩萨 只要你心里喜欢 你都可以供 那供养诸天神啊 天部神众 跟那个金刚妇法 那就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金刚妇法 都有他的个性 每一个天神也有他的个性 像你供养天女 你供花 他一定喜欢 因为女生都喜欢花 你供养这个金刚妇法 你供花 也可以啦 也可以 他有时候也会喜欢花 其实有时候他也喜欢烧酒 对不对 你要供妇法 供酒 因为他金刚神性 神性 代酒啊 代表刚烈 就能够使他很英勇的出去作战 去英勇的去做一些 很快速的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要供酒的原因在这里 那么再讲啊 你供诸天神 依他的天性 喜欢什么 你供什么 所以有人讲说 大欢天王 那个泰国 那个大欢天王 就四面佛 他喜欢那个女生 在他面前跳舞给他看 那你就是要这样子做啦 你就是 啊 穿上 那像那个泰国那些女 他穿的很漂亮的衣服 那在大欢天王面前就舞蹈 那大欢天王的心生翻识 就给你赐福 就是依他本身的这个天神的性 而做供养 那这一点也是特别的 在供养上比较特殊 像那个密教的财神 白财神 奇隆白财神 他最喜欢洗澡 那喜欢洗澡你就一定要供沐浴水 就跟他先洗脚 像刚才讲的 这个沾花先 哪一斗发起来 那么张开指头 就表示洗他的脚 好已经洗他的脚 再给他做 浴身的观想 做浴身观想 好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潭子 沾水 这个潭子 这个水啊 潭上西空之中 那么观想西空之中啊 变成香水海 那香水海下注在白财神身上 给他沐浴 这个都是很好的这个供养 只要你发出于清静于心的观想供养 就是很珍贵的 所以供养 密教的供养就是这样子 其实所有的供养都是一样的 给佛菩萨的供养啊 给诸天的供养啊 都是依照这样子的程序来做 好今天就谈到这里 哎呀 这些呀 这些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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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